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中间的不丹亦都头痛不已 不丹与印度的关系较好 难免得失了中国 最近中国突然提出新的主权声称 指不丹东部撒克腾野生动物保护区 是中国领土 撒克腾保护区面积约740平方公里 生态系统丰富 是不少稀有动物的妻生之地 不丹博弃中国的说法 并且指出 该区在过去24轮边界谈判里面 从未被提及 不丹历史学家卡尔玛子 撒克腾国家公园 从来不是争议区域 从来都在不丹控制之下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中国 从宏观角度分析 中国向不丹出招 并不是真的要争夺那块野生动物地盘 而是向不丹施压 向印度施压 直至反击印度近日高调的反中举动 有分析不丹的学者指出 不丹多年来都是采取对外封闭的外交策略 与国际的联系大多数都是透过盟友印度 选择脱印入中是不可能的事 然而面对中国的步步进逼 不丹只能够选择与印度建构更紧密的盟友关系 万一不丹与中国有军事磨擦 印军戒时的举动将会成为关键 撇除政治单从环保角度 相比起崇尚自然的不丹 假如保护区由热冲发展 多年来带兴土木的中国去管理 恐怕又会爆出生态大灾难 今集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大约300公斤的土地 如果我们想把它分一分 大约三成半是来自我们不同的新发展区 其实最主要的 就是我们古洞北 粉岭北新发展区 还有洪水桥新发展区 这两个新发展区 其实我们已经完成了区画程序 未来我们正在进行的回收土地程序 接着如果说三通一平 和兴建楼房那里 那里相对时间的掌握都是准确的 另外大约四成就是来自我们210个地方 我们正在做改划的工作 我们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 当中大部分也都已经完成了区画程序 我们不可以又放松了 其实这些造地我经常跟大家讲 一步一脚印踹石仔 其实我们天天我们都要努力去做 我们才确保到 就是这十年之内我们交到货 香港人口的增长率在未来来说会下降 但其实总人口数字都还是上升的 大约我们去到2040年代的初期 我们的人口高峰 如果用机线来看是822万 最新一个是811万 就是跌了是11万 但当中要跟大家指出要留意的就是 如果你看回我们户口的数目 其实增长是持续的 所以作为负责任的政府 我们都要为这些去做准备 另外一点都是重要的 就是我们人口急速的老龄化 比如洗手间 如果要轮宇进入到去 其实现在很多的单位都做不做 我们老人设施 一些老人中心 一些住宿的设施 医疗的设施 其实那些对土地 都是有很大的需要 另一点就是 其实我们是双老龄化的 是什么呢 我们的住宅房屋都是老龄化 假设现况不变 其实过了三十年之后 我们超过七十年的住宅单位 是超过三十万 它有几百倍的增长 也都在重建过程当中 有几年你没有了本来的单位 新的单位你没有了 所以需要一些 回存空间的需要是更加大的 好像行政长官说 接下来我们就着不同的用资的方案 比如说在第一成的方案 我们不需要为填海 付一分一毫还有钱收条 各样社会讨论 我都提过很多不同的方案 包括我们大家可能都熟悉的 铁路加费业发展 我们说BOT 就是兴建营运转移 也有说债券种种 我盼望立法委支持我们做这个研究 在研究当中我们就着用资 我们会很小心地考虑的 约动 讲到 它基本上的构思 就是在喜隆九龙东出来 喜隆九龙东其实到现在 我们做了十年 你开始看到的成绩 在行人通达性上是大幅改善 在工业区有很多后巷 其实你怎样打造它 成为适合去进去行的 是环境好一些 这方面我们看到很多的前者去做 另外大家可能都去过的 观塘区 比如海滨地区 反转天桥底 那我们在荒兰区 我们都会找这些空间出来 就是说能够以一个比较上是有务力的方法 为一些文化 艺术的活动 提供多一些的空间 约动港岛南 我们有办公室 我们都会帮一些 比如工压化 他遇到困难的 遥主朋友 帮他给一些意见 或者促进 其实办事室都会去看 就是有没有一些公用设施 他用来提供到一些 这一地多用的设施 看回它里面一些社会的需要 一些通达性的需要 一些文化艺术空间的需要